那多久没找到我了 来家门来 把带带给我搓到二十万去来 16万了 经过找个女婚友 怕我 怕 是谁在耳边 说 爱我永不变 是谁在我耳边说爱我有无变 是不是你们 来试着跟我打个试着家门 是你们是吧对我觉得是你们啊 我们永远爱彭少 彭少永远爱你们 我 到咱哪 来擦死2000来继续 好那好那好欢迎回来 开英国玩的好 然后女朋友跳舞给周边家人看一看 啊换根 我说实话家门吗 我对着穿衣风格 我喜欢穿那种要素的衣服 你知道吗 要么是白色的 要么是黑色的 我又很喜欢看这两种衣服 知道吗 所以每次换一个新衣服 你说 哎呀彭少你好帅呀 彭少你像明星呀 我只能说咱们直播的家人 太会夸人了 家人们啊 你们太会夸人了 我那帅哥很多 知道吗 美颜一开 我告诉你们家人们 美颜一开 都是美女 美颜一开 都是帅哥 知道吗 懂吗 家人们 百分之九十 九的主播 百分之九十九的主播 全开美颜了 懂不懂 懂不懂 比王号帅多了 今天晚上 彭照新花路放 都哪有的新花路放啊 事与阿姨 抖音 没有丑的啊 抖音 抖音 没有丑的 你知道吗 抖音都有美颜 明白这个意思吗 家人们 我这实话实说 但是 我个人 真人跟直播间的差别 百分之八十左右 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我那基本上新年还可以吧 来来我问下来家人们 怎么天天有人物 不知道 小力去哪里了 天天有人天天问 然后问一下 多少人不知道小力去哪里了 不知道小力去哪里的 扣扣一来我看一下来 不知道小力去哪里的扣扣一 我看多少人不知道了 天天有人问 天天有人问 快乐一声阿姨不知道 慕琳阿姨不知道 这么多人不知道吗 这么多阿姨 不知道小力去哪里了 你们这是多久没 没回来看朋友直播了吗 我简单讲一下好不好 小力被 被灰太狼给叼走了 知道吗 被灰上来 灰烫灰太狼给叼走了 你知道吗家人们 小力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 找到了自己的如影狼君 找到了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然后现在正在计划 出国当中 小力的人生从此已经走向了 飞黄腾达 可以一步青云的 一步登天的 平步青云的 从一个 农村小屋梁 马上就要 走入豪门 过上 傅太太的生活了 所以让我咱们 所以咱们所有这位家人们 一起祝福他就可以了 好不好 听懂了吗家人们 听懂了吗家人们 你们笑啥呀 我说的事实的话呀 对不对 我小姨妹 从此以后 不需要我朋友 插手了 他自己可以 置之其力 因为 有一句话说的好 就是 女孩子 读书读的好不好 不重要 主要是 嫁的好不好 对不对 家人们来 对着给我打个对来 女孩子读书读的好不好 不是那么重要 知道吗 工作好不好 也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出生好不好 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嫁的好 他就是走上了这一步 知道吗 嫁的好 这一步登天的 屏步青云的 嗯 小丽爸爸 小丽爸爸 他的成龙快婿 他的成龙快婿 王 王浩王总 在悉心的照亮 好吧 明白了吗家人们 这去抱大树去了 抱大腿去了 同上的腿 太细了 懂了吗 对 展翅飞翔了 我刚妈说的对 展翅高飞了 对 他的 他的人生中的贵人出现了 不知道吗家人们 他的贵人就是 王浩王总 对 如果不是我小丽算什么 那不一定 家人们 那不一定 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 家人们 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 因为很多家人说不知道 我又给家人们讲一下 知道吗 人生总有这样的 人生总有意外 然后呢 也总有惊喜 知道吗家人们 对于我来说 这个事情呢 很意外 对咱们家人们来说 也很意外 但是对于 王总和小丽来说 他们的相遇 相知相爱 是他们人中的 人生当中的 惊喜 对不对 我的 我的腿太细了 不太粗了 同道你不要说小丽了 阿姨我没有说 是很多家人每天问我 我就给他们讲一下 你知道吗 我给他讲一下 给家人们 其余的家人讲一下 因为不是每个家人都有时间 每天回来看萌营 要准备 可能有家人不知道 懂这个意思了吧 OK 来说 说表妹小表妹 今天有很多家人跟我说 哎呀 家人们那个小表妹可以 知道吗 小表妹可不可以 我也不知道 所以 没跟他接触过 也没跟他没怎么跟他相处过 家人 我上次去山东的时候 又吃饭的时候 我都没注意这个人 我跟你们说实话 吃饭的时候 看他 我是记得小表妹 小表妹去了的 你知道吗 但是 我跟他没有什么交流 所以我不太了解他 第二个呢 我觉得吧 我 同学 他是一片好意啊 我同学这么快跟我 介绍自己的表妹 第一个原因呢 肯定是想我快点走出来 对不对 但是 他往往没想到 彭少早就走出来了 是不是家人们 男子和大丈夫 腻于天地之间 拿得起 就放得下 是不是家人们 早就走出来了啊 呃 我非常感谢我 同学的一片好意 但是呢 我考虑到 就是说 这个小本妹 跟我隔着太远了 知道吗 一个是 山东的 一个是 我 我这边 比较靠南方 对吧 这个文化差异呢 肯定还是很大 可能小表妹现在也在我直播间啊 可能也在我直播间 呃 如果缘分到了 知道吗 这个 如果缘分到了 应该是有机会 但是 我也搞不懂啊 我也搞不懂 吹啥呀 吹啥呀 我没有吹啥呀 网号比朋友差远了 那不一定啊 家人们啊 这个 呃 每个人的十美观点都不一样 对不对 叫你娶老婆 你每天都是这样 哎呀 这个娶老婆又不是买东西啊 懂这个意思吗 他又不是可以 摆在那里给我挑给我选 还可以砍砍架 对不对 慢慢来啊 不急 反正我还年轻对不对 我还年轻 只要我不结婚 咱朋友永远都是个孩子 是不是家人们来试着跟我打个试 只要朋友不结婚 朋友永远都是你们的孩子 对不对家人们 来对的给我打个对的家人们来 放啥呀 对我永远是个小男孩 对吧家人 开着直播 每天开着直播 表现 把自己 开心的一面 快乐的一面 表现出来 然后让家人们都乐呵乐呵 我觉得挺好的啊 同道加油 加油 男人四十一岁吗 对 女人四十都不大 我不敢说这个话了 他说这个话了 直播间的 阿姨们要 要骂我的 你知道吗 你儿子三岁才结婚是吗 那很多明星都四十岁左右才结婚 唐南说要找一个像彭照一样稳重一点的 唐南说这个话了吗 唐南说要找个像我一样稳重一点的 唐南说这个话了吗 你不是他造谣 说了 我还不知道我在唐南心目中是一个稳重的男人呢 我还不知道呢 反正我们跟唐南在一起的都是我们都是说说唠唠你知道吗 我问唐南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开玩笑 互相 互相打 受热玩 那咱们祝福唐南好 祝福唐南好吧 找一个记者 容易容易容易吧 唐南说跟我聊天非常愉快是吗 我也觉得跟他聊天非常愉快非常轻松啊 不需要顾及很多的东西 没有我跟唐南 家人妈我跟唐南 没有任何的男女之情知道吗 你们放心 我跟唐南是小葱半豆腐一千二百 没有男女之情的 我们是好哥们 好不好 在他的眼里我是个女孩子 在我的眼里他是个男孩子 明白这个意思吗 不知道哪个都不行就小女行 可惜你把他放走了 小逆行是吗 那只能说 嗯 不知道的功力不够啊 不知道的功力不够 不够 留不住 留不住女人心 你愿意吗家人们 对我不爱小逆 同样没爱过啊 不说这个了家人天天说这 天天说这个没意思 有没有家人要上来聊天的 要上聊天的 打在顾名上打个年 想上来聊天的 在顾名打个年然后申请就可以了 好不好 年表妹 好 嗯 嗯 你 他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不念表妹不念表妹 表妹 不念表妹家人啊 表妹我感觉 我怎么说呢家人啊 表妹啊 不是我的菜 对不是我的菜 我告诉你 这样吗 如果实在不行 不知道 咱就去找个外国面 不行了 咱就去找个外国面 好吧